在法师主持下 金融市长林游昌手持清香 与金融市会副议长林沛祥等人前程祭拜 金融终运记即将到来 金融市环保局特别举办祈福浸卢活动 包括紫钱集中战自战 焚化炉金炉及紫钱载运车等 希望鼓励民众能以环保方式来祭拜好兄弟 金融市长林游昌也呼吁社区民众公司航号 在举办联合普渡时 能遵守相关防疫指引避免群聚 在今年的一个普渡期间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是在防疫的期间 那有一些新的普渡的防疫的措施 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尽量在这个礼办公室这边 我们不举办集中式的这种普渡 那另外在社区呢 也希望民众 这个由这个社区的一个管委会 来集中的祭拜 那尽量避免这个群聚 那有贡品的部分 可以集中来做摆放 那如果要跟拜的话是不建议 如果一定要拜的话 就是尽量这个由代表来这个焚香祭拜 那其余的人就是用手来做礼拜 我想防疫期间 需要大家的一个配合 那这个兼顾防疫 也兼顾我们宗教习俗上的一个需要 那希望这个老大公好兄弟都也帮大家来祝福 然后平安度过疫情 根据金融市环保局方面的资料统计 纸钱集中焚烧措施从民国95年推广至今 收运量年年成长 109年收运量为125公吨 14年来累积收运量更超过1350公吨以上 环保局方面也主动与大型社区接洽设置 纸钱集中区 并在普渡前预定纸钱集中收运 另外行之有年 用作功德来取代焚烧纸钱的以上代金活动 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11处社福团体 环保局方面 今年也特别准备千安公祈福的平安米 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 民众只要平捐款满100元以上的回职单据 就可以对外平安米 限量300份 希望在维持传统击败好兄弟的同时 也能为空气清新一起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